我們記者現在的所在位置呢 就在陽明山的二子坪遊客中心這邊 我們這邊可以透過這個畫面 有感覺到現在風勢已經 雨勢是有陸續增強的狀況 不要看到這樣 其實每15分鐘或者20分鐘 都會有一波非常長的風勢 跟雨勢是直接像這樣 撒在我們臉上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我左手邊 也有非常多的這個觀光客 他們是今天不畏風雨 就是要來登山爬山 那他們也同時備好這個登山 這樣雨鞋等等 等一下就是還是要來挑戰這個登山步道 大哥我們可以跟您請問一下 你今天大概幾點來 然後要爬哪一個步道嗎 我們是從林口社大來 我們是早上七點半出發 那一路上 因為今天路況一路會塞車 所以我們到這邊大概九點左右 那今天預計要走哪一個步道 今天風勢雨勢都蠻大的 會不會擔心啊 還好因為我們有老師 專業的老師帶領 我們今天要走的步道是 蔡公坑步道 還有大屯山自然公園 大概是只要這兩個步道 幫我秀一下 你今天帶有什麼裝備好不好 有登山帳 有登山帳 還有還有後背包 還有雨衣 還有登山鞋 通通都準備好了 對對對 還有 重要還要水 水 還有一些乾糧 對對 了解了解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雖然現在風勢雨是有陸續增強的感覺 不過他們登山的這個登山團呢 還是非常的熱情 今天依舊是要來挑戰登山 除此之外呢 其實就在這個大台北地區 大陽明山地區 其實還是要非常注意 尤其是在日前 有這個連日大豪雨的跡象 導致這個七星山 它有這個步道 所謂坍塌的狀況 因此呢 這一次颱風來襲 所帶來的強勢的這個雨量 以及風勢 也會造成在地的一些有土壤鬆動 又或者是 這邊會有樹一些不穩定的狀況 也因此 接下來登山客 如果真的要繼續來挑戰登山 還是建議要有專業的 向導來彈椅 也最好是要有些經驗再上山 除此之外呢 如果要來登山 後來走步道的話 建議還是等到先休息一下 等到一天兩天 等颱風稍微過去 大台北地區 或者是大陽明山地區 山況稍微穩定一些的時候呢 再來爬山